好这个春节的脚步也将近了 台九县中南区乡镇路段也涌现车潮 行车也喜要特别的注意了 轴西乡就有一位民众呢 前往玉里采买年菜后准备回家 那么行进台九县三轩断路口停红绿灯的时候 遭到后方来车直接撞上 后车厢被撞凹溃损 造成两部车总共有三个人受伤 全都送医 台九县三轩这三叉路口 两部车就这样一前一后撞载 一起卡住动弹不得 两车共三人分别受到差挫伤 被前来救护的消防人员全部送医救治 接获通知赶到现场的家人 看见女友与母亲受伤送医 强忍忧心的表示 女友与母亲一早前往玉里采 采买年菜准备过年团聚 不料犯家途中却招人追撞直觉得倒霉 买那个年货买有做生意啦 煮面 好好好 怎么会撞成这样的 等红灯 大白天两部车行驶在路宽的道路上 怎么会发生追撞意外 警方表示高姓女驾驶载着64岁的母亲 行进台九县三旋路口停等红绿灯时 遭53岁的黄姓女驾驶从后方追撞 造成两车车头与车尾毁损 两车共三人也都有轻微的差挫伤 送医治疗后已无大碍 而玉里分局也再一次呼吁用路人 行车保持安全距离 注意交通耗制 并随时保持防御驾驶的习惯 保护自己也保护他人行的安全 记者是玉兰玉里正采访报道